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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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題人物 嘴號入座 坐哪裡 秋場第1排 yes yes 又回到我們四人輪植了 這個輪替好啊 感覺每次我開場都好像有喝了 沒關係我們今天會帶來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觀點 因為在這周比較有趣的比方就是在 好的我們今天主要求聘呢 是小佐周聰凱 還有國王的戰術分析師助理教練林振宇 上數據 又上 又上太快了吧 先上數據 先上什麼 十二勝三敗 國王隊十二勝三敗 但是有一個數據是振宇上次有提到 我直接先幫他上 他說每次來我們這邊之前呢 前一場都輸球 對 贏了吧贏了吧 莫淑魔咒啦 莫淑魔咒 對嘛贏了啦 老況常來啊 可以可以可以 先這樣約嘛 講到連敗 哇 富芳勇是對此第一個四連敗耶 現在最近真的是贏不了球耶 在耶誕節前兩場比賽 被國王隊大命轉 今天是二十幾分 然後進到第四季的時候還贏十六分 被逆轉之後面對國王 然後面對女床藝人 又面對國王 面對工程師 一樣是在上半場又落後到達 二十一分之多 這場比賽原本看起來好像就這樣 但是呢就當 辣個男人上場 四季 傑哥 球給傑哥啊 五分三十五秒時 第四季也剩最後五分三十五秒 相信這應該是盤三分 他就是上 就是流上 你就是只能打五分半 所以就是上去就用到完 那智傑上來之後呢 馬上不浪費時間 先噴一個三分 噴一個三分之後呢 兩個回來後之後呢 再用一個更高難度的方式 四分打 墊步三分之後呢 再來一個四分打 一開始剩兩分三十二秒 四分打之後 回到兩波球前的距離 我覺得好像沒有智慧 我覺得其實關鍵的地方是在於 雖然最後倒數的一分 兩分鐘之內時 林智傑有一個高難度的三分線 後側步 後側步三分線 就後來踩線 一開始我們還以為踩線可能是 三分踩到兩分 就不是 是整個腳踩到界外 變線了 那個真的很傷 如果說那球近的話就不一樣了 差兩分 95比97右近了 但是這被兩分被取消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像什麼 像天天世界杯有沒有 就是明明球已經進去了 就回來看 越位不算 舉棋 編繩舉棋 那感覺就覺得死裡逃走 我覺得那一刻感覺上 好像工程師就覺得 這個比賽有機會給拿下來 而且那個球之後 一回過頭來就是AB的算 所以那一來一回其實差的是五分 所以對勇士跟對工程師來講 就是兩邊的壓力在天平 在這一個回合之後 就倒向不一樣的方向 而且最後30秒的時候 當工程師握有四分領先的時候 突然瞬間來一個 連續三次的失誤 所以這個很不理解 對 球球怎麼會開不進來 重點是發進來之後 可能運球也馬上就失誤掉 後來他們接近的人很少 我有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像 瞬移走後場遇到前場 遇到對方的保夾 結果發現工程師的其他拳 都沒有到前場 對 反而好像覺得 好像勇士這時候就是要犯規一樣 結果發現 其實勇士根本沒有犯規 他就是要抄這顆球 那結果我覺得就是這個 兩邊有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勇士說我沒有要犯規 我就是要抄這顆球 可是工程師已經準備好 然後想要 對想要上拔球線 然後結果發現 沒有 對方一個很積極的壓迫 就造成連續幾次失誤 所以讓這樣比賽還差一點點 我們就要看到可能延長賽 或逆轉 最後33秒兩隊加起來 大概發生4到5次失誤 而且這4到5次失誤 基本上都跟蕭順翼有關係 有直接的關係 這不是他的對位 也有間接的 有可能是 比如說他守傑哥 造成傑哥一個兩次運球嘛 然後還有 你說兩次邊線開不進來 那其實都是 本來都是設定順翼要接球 然後也有順翼 自己帶過半場之後被保夾球掉 所以那其實 那33秒 打起來是 非常的刺激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後來有被判一個徵球嘛 然後徵球之後的球權 最後一波的進攻 其實是在勇士隊手上的 剩12.26嘛 他那時候差兩分嘛 勇士的球權 部署戰術的人是勇人 他還畫這個AT 但最後是沒有 沒有成功 不過我覺得徐順翼是不大 戰術是一定是 可能我第一個是3分 如果這個沒有的話 我們看有沒有2分的機會 2分或3分都可以 但我們先找3分機會 那勇士就直接找傑哥的3分機會 那其實那球也是差一點就進了 對我其實很意外耶 我蠻意外就是說 當然傑哥在最後要拚3分的那個出手 不算是空檔 但是我會認為說 工程師上傑哥這麼容易接到球 其實這個防守上 我會覺得其實是有點危險 對啊 因為那時候那段時 第四節最燙的就是 說那麼好 對啊 所以你讓他有那樣的出手機會 其實真的很有機會進耶 對啊 其實沒有差很多耶 基本上都是一個hand off的動作 然後傑哥直接就拔起來跳投 可是他最擅長的 所以我覺得他整個 第四節得分的模式 到最後一起設計的方式 都是讓傑哥可以有這個順向 去做一個hand off的接球 直接拔起來跳投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覺得 搞不好這個是他們設計的一個 一個觀念 就覺得這個成功率是最高的 所以設計這樣畫這樣 給傑哥去做這樣的投籃 好 那回到這個問題 差兩分 以這個case來講 你們會覺得要攻兩分 還是讓傑哥拚三分 我們大家來做個簡單的投票 對 倒出去 現在沒有啊 你覺得啊 兩分三分 我覺得以照 依照這場比賽這個氣勢來講 如果勇士能夠在那個時間點 追平比數的話 進入延長賽 工程師會很難拿 所以如果是我來下這個決定的話 我會覺得要兩分 對 兩分 走哥 我也會先走兩分 先有追平延長賽的機會 因為你如果真的三分線投出去 那就是一反兩針也 沒有就是沒有 我覺得就是 例行賽很長的其中一環 我覺得是走三分 去找一個三分的機會 看看球員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情況下 把這個比賽 從大比分落後 到最後一集 成功的執行到超前一分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會選擇三分 這個我跟鄭宇站在一起 我會走三分 而且我會跟勇士設計戰術一樣 我會把球交給自己的去決定 因為確實 你看TG他的手感是最好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出手 我覺得成功率會最高 而且我自己會覺得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這樣 就是 如果打到延長賽的話 我覺得勇士的體驗可能撐不到 在延長賽之後的再五分鐘 因為智傑 這個我們不好討論到 對 因為智傑來講 因為延長賽打五分鐘嘛 那如果打三分鐘的話 我覺得 maybe 勇士還有機會 可是這個時間拉得越長 其實對辛特利 對強森 對智傑 對文成他們這些老將 是越不利的 所以我如果是勇士隊 我也會想再 就像鄭宇講的 我落後這麼多 我一個三分線把你決定下 把你close掉 這個比賽 帶走勝利 球隊其實搞不好就跑了 而且迪士傑的時候 其實迪士傑基本上 是在一個放五雙的狀態 對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經過 可能延長賽 真的好讓他們可以進入延長賽 冷了一下 搞不好延長賽上來 手感就沒了 不一樣了 對 可是在迪士傑正趟的時候 每次接手都會覺得 哇好可怕 你看他那個 裁線的那個 那個三分的時候 後車步都會進 對啊 我覺得 現場要是 工程師看到都漏尿了 那我看一下 我就是求給傑哥 你決定 你要怎麼樣 我都OK啦 你想兩分 都可以 我聽你的 我覺得工程師這樣比賽 也是很可圈可點 你看以前這種 比賽 前面贏了大比分 你只要看到 差不多要被逆轉翻上去 可能是整個就翻過去了 但是高國豪現在真的 越來越有像是 隊長這個角色 他真的把鼓速扛起來 好多次的球 我們看到就是 勇士在守區域 一被擋掉之後 高國豪毫不猶豫 直接在壺頂 或是直接就做投籃跟跑投 我覺得 這也是勇士對我 在第四節裡面 蠻大的一個防守 應該說15嗎 還是就是防守策略上 我覺得 對高國豪這個點 沒有執行的不良好 我覺得跟 我覺得可能跟他們的 game不太有關 因為其實像 你可以看到整場 工程師的三分主手 41次進15球 然後他們兩分主 46次 其實差不多 一般一般的 那比例是怎樣 我覺得可能工程師 原本 原本他們被大家看 比較期望就是 工程師的外線 其實並不好 因為他們可能只有 朱雲豪的命中 是很高的 然後今天這場 加那個班尼特 命中是很高的 而其他就沒有一個 真的上是 那種很可怕的射手 所以可能副邦軍 要這樣比賽是這樣的 所以從第一節 就可以看到說 他們讓他們的 三分主手 非常非常好 那 剛好今天這場 工程師第一節 完全把握住 這個 這個 算是這個 賽前計畫的 優勢 優勢 Open出來我就投 就投 剛剛我就投進 對 然後就看到 那個BAN的第一節 就 哇 就進不進 就一直進 直接把比賽 非常非常好 可是他後來教證回歸啊 他下半場 腳沒有力的時候 他蹬不進 那個球就進不去 所以我覺得以 勇士來講說 就可能就是這樣想 我覺得我們這個GAME 不能繼續這樣執行 下半場就回歸 看第三節 工程師十二投一中 就開始慢慢有這個態勢 他們分數開始降 因為他們三分投不進 所以開始降 我覺得可能 勇士在等的就是這個 好 可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認為是 他們對於高國豪的防守 太沉退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 我覺得有 因為其實在很多次的 決勝期的比賽 高國豪就是有這個 他就是有這個心臟 而且他又敢投 對 他就是有這個心臟 去投那一球 那你剛好 又在三分外線 讓他投進了兩球 那怎麼還會一直說 在PPM或是HANDOFF的時候 你沒有走前面 反而是走在後面 讓他有這樣的一個出手 所以這種 這種已經成為一個球星了 他不是只好 以前是可能好球員 現在已經變成是球星了 這種 這種出手的一個 信心來說的話 一定是要對上 好啦 沒關係 我們勇士的問題呢 反正他們可能碰到陣痛期 慢慢有機會 我們看到賽季 所以是一打著打著 會不會找出他們這個 可以有比較好磨合的方式 我覺得在這週 有另外一個話題 是鋼鐵人終止連敗了 哇 哎呀 龍哥啊 龍骨湯好喝 龍哥正式上位 先開一瓶了 而且上個禮拜 我們此時此刻 我們還call out給龍哥哦 我們還有問他問題 他不一定回去聽Podcast 在影像話節目 因為時間比較長 我們就幫你正如的這樣 那我沒有call out給龍哥 然後在Podcast當中 我們問龍哥 所以龍哥 那你們現在教練的狀況是 那你們會找 持續找楊教練嗎 還是會找 還是本土呢 還是龍哥您自己來呢 對對對 然後龍哥就四兩波千斤 就沒有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應該那時候就已經有一些想法在 我想球隊一定都會有一些 還不能夠說的秘密 對但是當然到最後真的逼不得已的時候 才會做關懸的動作 那我想這樣子 從昨天這樣一關懸之後 馬上收到效果也很好 對啊 誰差幾用 真的 禮拜天對夢想家馬上贏球 而且是大比分贏球耶 88比150 中間一度就是20分以上的分場 本來前兩天吧 前一天打的時候 禮拜五 禮拜五 一個洋將艾倫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克拉索夫 得到雙位數 再一個陳宥偉得到雙位數 其他人全部各位數 打到今天這場 馬上變六個人得雙位數耶 對 然後沒有得到雙位數的是一個得八分 然後博志因為上比較少 只得三分 然後整場比賽龍哥只用八個人 六個人得分上雙 對啊 人人有功練 哇賽 這個真的是厲害耶 而且這場比賽 我們就是在開季前 備受期待的張傑偉 因為一直都說 張傑偉要頂上那個替子端 在後衛端 不管是幫右偉的持球的分擔 或是綠翔得分的分擔 他這樣比賽真的扛起來耶 張傑偉25分八助攻 打到抽筋耶 張傑偉是龍哥喜歡用的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領航跟剛開季的時候 有一個小洋將 極輪 有沒有 不知道 後來去別的聯盟 對 去極輪嘛 好 龍哥就希望有一個小洋將 那 剛好現成擺了一個現成張傑偉給他用 哇 正好還不用 小快靈 對啊 真的是很快 他其實體能小進 一直都不錯 對 就是 可能要再更 有名調一點 對更聰明一點 人家興秀嘛 興秀 對啦 對啦 給人家一點時間啦 對 我覺得這場比賽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雖然整場比賽 基本上都是在蠻大的分岔裡面 但是第三節的中後半段 我覺得是鋼鐵能夠把比賽 真的收下來很大的關鍵 因為 其實第三節夢想家 陳正傑跳出來了 他單節爆量得分 那時候夢想家其實氣勢也不錯 那有一段期間是 陳正傑只要一投進之後 宥偉馬上過來攻擊的時候 就會在環節的時候 不管是拋投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難度的鏡頭 我覺得 第三節的中後半段 尤其是最後三分鐘 宥偉跟正傑在進攻的放對上面 我覺得是鋼鐵能夠把這樣子 比賽有很大的關鍵 如果沒有宥偉那時候 一直把比分 就是人家噴一個人 然後你也把他投啊 人家噴跟你的投完的話 這比分很容易被追進的時候 鋼鐵能可能有經驗不足 或是體能不足的問題 就會被討到 其實鋼鐵能在之前的比賽 很容易是被一波帶走的狀況 就是他如果一開始 如果被落後了十幾分 二十分 可能這場比賽就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追得回來 所以像今天這場比賽 他們對某廠家 是每一節都贏 最後一節平手啦 那其他三節都贏 那其實可以顯示是有一點不一樣 至少他們有撐住 他們沒有說 被人家他要追上 像剛剛Henry講的 被追上的時候 他們還有能力跟對方抗 對我覺得這個是 心態上 他們整個球隊心態上最大的不同 因為龍哥從頭到尾都要求 你連最後兩分鐘已經贏二十分 這個是這樣比賽的亮點 連被操兩顆球之後 就是電檔亮點喔 龍哥就喊暫停 喊暫停之後 大家也看到 轉播上面龍哥就發飆嘛 對著球員就開始喊 對著罵 對立強也罵 全場你過不了人啦 為什麼過不了人 說 想太多 你原地一直在運球 怎麼會過得了人 各位 我不是在擔心翻牌 我在講的是心態 我們現在什麼隊啊 賺點小錢就在那媽 屁股就翹起來啦 說什麼說 對 對 而且龍哥還要問你說 對 為什麼 說 我說 為什麼球遇不到 過不了人 為什麼沒辦法過半場 為什麼過不了人 說 想太多了 然後龍哥就馬上就開始 我們是什麼隊啊 我真的覺得講的非常的好 我真的覺得講的非常的好 因為就是 年輕的球員就是心態 你的節奏一定要盾 然後當然你被被壓迫的時候 你不要去害怕去持球 你沒有犯過錯 你怎麼知道你的經驗在哪裡 你怎麼去修正你的錯誤 所以你更應該去勇於拿球之後 去嘗試的去過半場 當然你又是一個控球後衛 所以對於過半場來講 你不是三個人包夾 多的是四個人去包夾 你沒辦法運球的狀況 所以當然 對一對一的狀況來說的話 龍哥絕對是要求你要過他的 龍哥說 為什麼過不了人 你是原地運球啊你 對 你是原地運球 你怎麼過得了人 你就是要過他 你控球尾就是要去過了 對啊 然後後來他也講嘛 我們現在賺一點小錢 不是讓你們這樣子花的 那意思就是說 球隊領先二十幾分 你不能隨隨便便就把分組這樣吐回去 心態問題 因為那個是非常快 連續兩波底線發出來 連開始進入半場進攻都沒有 就被點掉 連續兩個轉換的上來 所以龍哥就很讚你 龍哥最後就說 刷什麼刷 這個時間你也是叫得非常好 我覺得鋼鐵人就是 因為年輕球員嘛 尤其這場比賽 兩大老大哥 怡翔跟正如都沒有打 那這些年輕球員 在這樣的比賽 他還可以一直拉 那到最後可能龍哥還是希望 讓他們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不能因為一場比賽的勝利 就好像開始 開始喪失一些 該有的正確態度 要不然接下來的比賽 就會更難打 你有沒有給龍哥帶過 沒有耶 我是沒有 但是我看過蠻多 他那個 訓練室的影片 歐歐說私底下 可是龍哥今天講話的那個頻率 很順耶 非常的順 看轉播也好 看賽後訪問也好 哇那講話幾乎沒有觀點 龍哥是什麼時候講話會多了 有的時候 就是 會 有 千萬 要 有 耐心 就是希望放下 所有的 講話的 速度 讓大家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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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要 聽完 都很愛學 你們 好啦我們也看看你 鋼鐵人在換了教練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氣象 因為你感覺這一次 龍哥從珠江湖 帶鋼鐵人跟帶領航園 其實不太一樣 我覺得 訓練他對領航園那一球 其實沒有像現在這麼遠 我覺得 可能帶越年輕球隊 他可能態度會越TOW一些 就是比較 要求一些細節會更多 也可能跟鋼鐵人目前的戰績 有點關係 壓力大 就需要來 就要有一個很立即的轉變 這樣 好啦 那鋼鐵人呢 在這一週是兩個主場 另外一個主場 是在週五的時候 97比110 輸給了李航園 李航園創下 聯盟紀錄 第一的 九連勝 恭喜恭喜 鋼鐵人變很厲害 這不是要拍什麼 我們哪 先自拍啊 先自拍 先自拍 很難耶 不容易耶 吳俊翔的三分球中也回來 他這場比賽 三分球 十二頭五中 攻下二十八分 繼上次二十九分之後 再攻下二十八分 這樣比較看起來 沒什麼懸念 很快就拉開了 然後很快 感覺這樣好像 就是已經講好 就是要給鋼鐵人做麵子做九連 他沒有講好吧 鋼鐵人根本沒有抵抗啊 對啊 又要來了 放棄抵抗 一開始 開始抵抗 然後沒有抵抗 無法抵抗 放棄抵抗 對啊 可是你看 五根這樣比較差很多耶 就是他那場比賽 也只有三個人 可以得分上雙 其他根本得不了分 投不進啊 可是夢想那種比賽完全不是這樣 就開始就很積極要抵抗耶 而且我覺得 羊將的態度也差很多耶 就是前一場 在禮拜五的 鋼鐵人隊領航人的比賽 你看他們羊將 艾倫在場上 就是 擋完之後呢 也沒有真的很積極要去追訪 然後也開始 我們就說工程師喜歡攤手嘛 對裁判攤嘛 球員都還在場上 比如說互相握手致意啊 可能在兜東西之類 艾倫一個人 就直接往板凳去走 比賽槍槍一結束直接離開 就我們之前在比賽中看過一過畫面 就上禮拜嗎 在國王主場的時候 在國王主場的時候 我看他畫面的時候 哇這個羊將 不知道是輸球隊自己很氣 還是覺得 這個球賽已經就這樣結束了 可是禮拜天的比賽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又變得很團結 又變得很團結 然後整個球隊又變得 好像大家都能有功練 上去互相鼓勵 慶祝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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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哥的慶祝行情 慶祝行情 任何都慶祝行情的喔 所以鋼鐵的考驗是很蠻好的 慶祝行情完了之後 還剩什麼 我覺得這個下班只可以觀察 最後講到 禮拜六的比賽是 工程師對上國王 那種比賽101比85 16分差 國王擊敗的工程師 好那種比賽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確實國王 我覺得像剛才鎮宇講的 其實我覺得小組 我比賽有點看得出來 就是 這一季你很明顯看得出來 國王隊想打的套路是什麼 他的攻守的主軸非常的明顯 因為邁入到第二個賽季了 好 Ryan把他的東西帶到球隊來 那他在去年的基礎上面 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改變 放進來一個適合的人 放一個慢泥高 可以手 然後可以當箭頭 好不好 當心特利用 加了一個書尾拉開空間 去年的人工作是一樣的 欸突然間就變了 而且在需要關鍵的時候 敏哥就會跳出來 然後單節13分嘛 第三節 那之前是第四節 現在第三節 就是任何一個需要敏哥 在突然間爆量的時候 敏哥是有足夠的體力 能夠做這些事情 對阿 因為今年的調整其實是這樣 像那個Ryan就是這樣 我們這間交友台也會討論 我們都希望可以把主力球員的 上的時間盡量的壓低 尤其像敏哥 如果可以碰在30分鐘以內 是最理想的狀態啦 那像今天這場 這場他只上了27分鐘 他有願意嗎 因為我覺得敏哥他 他今年他反而覺得 這樣調整才不錯 因為那時候他在記者會 其實有講說 他很開玩笑的講一句話 就說 那我以後我那個 第一節開打 我再從飯店離開就好 前面有很多的隊友 可以幫他搞定很多事情 他不用像上個賽季一樣 一個人一肩扛 所有的事 那我覺得對球員來講 每個人都會是比較 開心跟輕鬆的 話說凱燕也是一樣 因為今天也有更多的持球者 可以幫他分擔他的壓力 最近大家看到了一個 三分外線超級準的凱燕 那我覺得這就是因為他 我們都是每個球員 彼此分擔大家的壓力之後 每個球員反而把他們的特色 更加發揮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們今年這些進攻端上的改變 蘇維這場比賽 三分球六頭六中 你說凱燕準就算了 加上蘇維也準 哇這兩個砲台真的把 國王隊的進攻天分 又再往上提一個誠實 所以我剛就在想 你說我們在剛才在節目 剛開始沒多聊 勇士隊缺乏一個射手 其實在去年很多次的時候 需要拉開空間 都是靠蘇維的三分球 把空間給拉開來的 他其實在進攻上面來說的話 手段倒是蠻多的 除了外線會投進 他的那些拋投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在切入破壞 跟Pick and Go完的之後的一些選擇 他也是蠻 頭腦蠻清晰 經驗也是蠻好的 所以今年在去了新北之後 真的效力也是板高的 而且跟重要是說 他不是一個很自私的球員 他還是一個很樂於分享球的球員 像這樣比較有旗次的主攻 所以代表他除了自己 把握每一次的空檔 六頭六中非常厲害之外 他還可以創造隊友的機會 這也是我們一直想要讓 球員做到的事 不斷的分享球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到進攻 好我們今天很開心要選到兩位來賓 鎮宇跟小總 2023年之後呢 這新的一年 這球隊不同的態勢 看起來 有的球隊目前在持續連勝 還在繼續進行 有球隊終止連敗 有球隊的持續連敗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下週會不會有不同的變化 請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頻道 希望第一排 下次再見囉 拜拜